HitFM 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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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 Hit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只剩情一日 Hit!Hit!Hit!週末 是的歡迎來到今天的Hit週末 這裡是HitFM《日文王》 北部107點心 中午9點五 南部9點一 宜蘭97點一 花冬 107.7 其實今天的錄音室裡面非常非常有感覺 整個動感了起來 是不是很想站起來跳一下 這首歌舞還沒編好 讓我們來歡迎GOOGOO 哈囉大家好 我是GOOGOO李思維 好久不見了 是 這個專輯隔了三年的時間 但其實中間我們很常遇到 很多什麼什麼什麼 時不時可能有活動啦 或是滿常來電台的 對 還有那個啊 我們之前的頒獎典禮 還有一些品牌的活動 是 都會遇到 而且我記得在今年中秋節的 中秋節 中秋節的那個晚會 然後GOOGOO就有孫那個專輯要發 在準備中 在準備中 這是一條艱辛的道路 這門打開了是不好走的 哈哈哈 原本的可能比較簡單 是 從整個創作到製作的過程 哪一件事最痛苦啊 我覺得創作的時候反倒是還好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想到會這樣 是 我去年十月寫這張專輯的時候 只想要 我想要寫一張 我以前聽過的所有的音樂的一個 的復刻專輯 比如說我過小聽什麼 我國中聽什麼 對 因為我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很有感覺 我覺得很復古耶 對 整張專輯就是有一種 我小時候的歌的升級版 哈哈哈 對 升級版 謝謝 因為 因為你會覺得很熟悉嘛 那個 group 但是他們就又多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對 第一個當然是就是我的唱腔 當然跟以前的歌手沒得比嘛 然後再來是吃現在流行的字 或是我想用的方法 你太謙虛了 沒有 也不一樣 然後最特別的是就是 我一開始想復刻以前的音樂嘛 所以我就回去做功課了 開始把以前喜歡的歌重新 對 重新 第一個聽的是誰嗎 杜德偉 喔唷 經典耶 對 然後羅百姬 哦 對 就是 對 就是聽這些 然後還有 小時候 你剛剛要說的是小時候 還有那個哈林哥 啊 真的好多喔 對 然後去做功課 然後 就是 真的是我那個年代的 會就會發現說 欸 以前他們其實在音樂上 是非常的 花非常多的東西 是 工夫在裡面 嗯 然後 呃 原本我自己 當我自己還沒開始找 專輯製作人的時候 我 我自以為我可以 可以做到那個事情 然後 後來我們在錄音室做功課 發現說 欸 那我們是不是去找這個時代 嗯 此時此刻 西洋音樂在流行什麼 不是更直接嗎 對 欸 對 因為就是跟著西洋音樂走的嘛 對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 再往回追 再往回追 那時候再流行什麼 對 那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把這個製作完成 嗯 但是這張專輯叫做衝動 衝動 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一開始本來沒有想要叫衝動 一開始就跟我剛才講的一樣 我想要做一個時光膠囊的專輯 對 讓大家可以聽到以前的音樂 嗯 如此的單純 沒想到說 欸 當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的情緒越放越深 然後去抓 像我裡面有一些歌 在講的是自我認同的問題 對 就像剛才 我們還沒開麥的時候聊到說 欸 以前跟現在差很多 對 因為你這張跟三年前的專輯 不管是音樂 然後表達的方式 跟你至少一拿到CD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真是苦苦的專輯 因為我依稀記得 三年前那張 是一個色彩繽紛 然後還有很多貼紙啊 還有很多Gacy的一個專輯 對 那張專輯 我自己還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是東西 是企劃 然後怎麼 要包裝自己 怎麼讓大家看到自己的 心裡的世界 所以 再者就是說 那時候 剛剛MP時期 剛剛在後面 然後我也在這段期間 七八年的MP時期 也學習到很多 學習到一些的 對 怎麼在舞台上 做一些舞台上 可以好表現的音樂 對 所以我做了這張專輯 所以其實剛剛就是還沒開賣錢 那個故事就是說 其實這才是他個人第一張專輯 我覺得這才第一張 對啦 那個是一個那個pre 準備的是不是 對 因為 準備備 現在回想起來上一張 仔細想想那個 心裡層面 感覺好像是 我知道怎麼復刻成功的方式 而來做這一張 自以為 自以為 對 沒想到 呈現出去之後 跟內心自己 有點打架 因為我 我經過了很多年 因為你可能想要做得更多 對 我想要 更成熟一點 對 唱這個歌 唱了十次之後 我發現 不想再唱 哈哈 所以 但這一次 每一首歌都唱了一百次以上 都唱了一百次以上 肯定自己了 對 然後還可以再唱 對 然後還可以再唱 對 而且其實這次的專輯 整個 從你說的 概念到 專輯的呈現 其實都是非常整體的 對 就企劃都 都整個都進去了 對 因為連平面設計都是 我想請問那個 本趟旅程有強烈的時空扭曲 若旅客感到身體不適 建議改變參觀路程 對 因為 這張專輯叫蟲洞 所以 大家會想的 比較有科幻感一點 好像我們今天要出發 去一個時空旅行 我們會做一個 就再一台很特別的太空艙 這樣 那這張專輯 深層的東西是 有點沉重的 裡面講的情感 不管是自己的孤獨感 還有在這世界上的存在感 如何面對社會 還有如何面對自己的家庭 這些都是 藏在每一個人心中底層的事情 所以它 如果你真的要去面對的話 它是沉重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改變路線 對 但是其實整張 聽起來是開心的 對 就是說 當我們在華人世界裡面 我們要講一個悲傷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身上 我卻要用開心的事情 開心的方法跟他講 對 這件事情有多可憐 對 而且其實這個 就是你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像打開了一本書 它是有一連串的故事要講的 甚至連專輯的內頁也是 這個裡面提了好多詞 這是你的想法嗎 這個金句對不對 很多的金句 其實製作人給我的小禮物 送你的 裡面有更多 一開始有更多不一樣的金句 但是因為 這個有些事還不是公共財 它有版權上的問題 所以蠻可惜的 比如說我們以前在還沒做完之前 有一些像相對論的東西 那個就不能用 對 不能放進專輯裡 因為時間 我不知道這件事 時間應該怎麼定義 比如說你手放在樂鍋上 一秒鐘 跟你在你喜歡的女生旁邊兩分鐘 喔 兩分鐘不夠 一秒鐘有點太多 對 所以說我們怎麼 我們的人生這個時間 是怎麼定義的呢 製作我們好好的去思考 有很多像這樣的東西 對 而且我在聽專輯的時候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的 驚喜嗎 很多的彩蛋 對 埋了很多小東西在歌曲裡面 對 裡面有好多的那個 特別的track 對 這整個現在 我記得好像有16個track 這個也非常的辛苦公司 因為公司說他每次第一次做這樣的專輯 每個版權部門都花了超多的心血 對 去幫我處理後續的版權的工夫 對 而且那個是一個一個都接上 接得上的 這是真的很用心 對 就是這個也要謝謝製作人 因為其實 比如說像是 先得方這首歌 上面就有一個track 叫Salon1976 對 欸你都記得 對啊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哈哈哈哈 對 這些所有的年份 都是有意義的 因為先得方寫給我媽的歌 1976是我媽 我媽是髮型師 1976是我媽 剛開始剪頭髮的第一年 嚇我一跳 為你媽那一年才能出生 剛開始剪頭髮的那一年 嗯 對然後 然後比如說 像先得方這首歌 大家有聽到開頭有一個過門 對 然後如果你再仔細聽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過門 過門跟 話黏在一起 對 那要怎麼樣做到呢 就是把這一首歌的過門 其中一顆鼓塞在 上一個track的最後一下 然後讓上一個track 跟這首這個track 是沒有間隙的 就會黏在一起 這是技術面了對不對 這是技術面 這就等於每一首歌在錄製完成的時候 你們還要再來後製再錄這個特別的track 對這是非常 這是非常細節的 高剛的 對然後不會有人發現 因為我就覺得每一首跟 不管是歌對歌 然後track跟track track跟歌 都是合的 然後都是連在一起的 對他的時間都要做好 所以我就想說 天啊這個真的 應該在錄音室哭過很多次吧 對啊就是要 要面對這些 然後要 看看而談 自己的傷痛 要怎麼 要站在第三個人的角度去講 是 就覺得很困難 我們先來聽先得方 再來聊聊它是什麼樣的傷痛 OK 是不是會有點衝突 想要設計一套 卻心動啊 用世上最柔軟的姿態 算不算是好的安排 我翻了又翻了 一翻千年的舊招 卻兜不住 當時快樂的絕竅 只看著我 被抱著的感覺充滿玩笑 那個人自我 在那裡沒了又嬌囂 早些飛雪一人身子曼妙 但重新回憶過去那裡 有點突兀消失的笑容 是被誰耽誤 是誰的失誤 先被折磨的承諾 剛聽到找了這個 萬芳合作的先得方 怎麼會想要找萬芳合作呢 我也超級沒想過 就是在 就從來沒想過會跟萬芳合作 萬芳合作 從來沒想過 可是我又覺得說 那個我們 本來就知道這首歌 需要有一個 女生 而且必須要能夠駕馭這個曲風 這個曲風真的 它真的超難唱 我這首歌唱了 超爆多次 它的那個和弦 跟你的旋律要唱進去 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而且還要有唱出那個feel 對 然後很難 然後就是在錄音室一直找 快要到專輯的尾聲 想不到人 不知道怎麼辦 突然腦中都冒出這個人 是你靈體一動就想到 所以我們忽然想到 對我們在錄音室說 我就在下面說 那 你有聽過萬芳姐的歌嗎 我來聽聽看 他說 對他的記憶已經很久以前 這座人對他的記憶已經很久 對因為他有一陣子沒有出專輯 對我們就開始翻 以前然後他一直聽聽聽 他現在 他現在在做這個音樂喔 可以耶 然後就跟他彈 對然後就趕快做一個demo 然後進過去 沒想到他晚上都唱回來了 對 這麼快啊 史上最快 而且感覺就是對了 就是覺得 已經大概知道會變怎樣 對 那就趕快 因為他很忙 他在尋尋 因為當下非常的興奮 非常興奮 我剛好在吃飯 然後就 哇 然後大家就站起來說 不行我需要一杯酒壓壓器 太開心了 太開心 在餐廳又不敢放出來 我覺得想要進錄音室這樣坐下來慢慢聽 慢慢享受 對然後我就 慢慢就有這個合作 然後趕快敲時間錄音 你們有見到面子可以唱嗎 有有有有兩三次 嗯然後 應該很緊張吧 很緊張啊很緊張 畢竟舊歌那麼難唱 人家用超級實力派 對 女唱將 但是我 因為我緊張不是像 比如說OK 如果看到我 應該是興奮的那一種 一點點興奮 一點點 他有點自帶靈氣 所以 你在他面前 你就會變成 對對對 你就會變成一個小朋友 對你就會變成一個小朋友 他會飄進來的 對 他慢慢飄進來 又飄進去 而且他會有一種很很 很 Slow motion 對他 而且是有一種 仙氣跟光的 對 他有一種能量長 他有一個能量 然後你就會 他就會 他有教我很多東西 然後 他也跟我聊說 這首歌故事啊 真的是你的媽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問我家裡的事情 是 所以因為這首歌你有說 跟媽媽有關係 對就是寫給我的家 寫給我的家人 寫給我的家人 每一個真的都是很用心 而且 而且我在聽一聽 然後我就聽到了 還有 夜光家族 在這裡講夜光家族 會不會拍誰 不會啊不會啊 我覺得很OK啊 我完全沒有這個限制 因為夜光家族是我 我記得是從 我國中就開始聽 聽了三年 然後高中偶爾還會再聽 然後 所以 他都是半夜的嘛 對 那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就是半夜不睡覺 所以你也有跟著壓逼 對啊 當然當然啊 那個 我能 所以當初在設定當專輯的時候 你就直接想到 夜光家族 其實這首歌 在 老師情人前面 前面這個track 我本來就是要放夜光家族 從我去年寫歌就是要放 因為以前 以前國中都很想要打進去 點歌給同學 對對對 對 對 其實我從來沒打進去過 是一種愛的告白的概念 對 從來沒打進去過 對 然後呢 就想說 因為老師情人這首歌 其實我 我想要復刻的是 哈林哥的老師情歌 嗯 因為我一直記得那個氛圍 對 然後我想要我現在的方式 把那個氛圍寫出來 而且那首歌好 就是有點浪漫 就是 對 它是一種浪漫 是一種浪漫 學生的浪漫 那 第一次 第一次愛上別人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感覺 嗯 你還記得嗎 哈哈哈 好啦 好啦 沒事啦 然後呢 有點久遠了 對 然後 然後 它瞬間卡住 就是我想要把那個 愛上一個人的瞬間 那一秒鐘 我們剛才說的時間這個觀念 留在這首歌裡 啊 不停的輪迴 嗯 對 就在夢裡面一樣 好像 我們到某個狀態 我們睡了以後 或是我們 我們的靈魂離開了這個世界以後 也許我們可以在這個夢裡 嗯 繼續我們的 繼續在 我們回憶 黑洞也有這個概念 就是當人老了之後 然後可能就沒辦法再 靈魂就不在了 他們就是可以把靈魂儲存在雲端公司 所以如果你愛這個人 就是可以跟那個人儲存在一起 那兩個就可以繼續在雲端談戀愛 沒關係之類什麼什麼什麼 我忘了 我說 不用怕啦 對對對 是不用怕啦 對 對 這個也 這個也很 就是很剛好 而且每一個橋段都是連接的 對 超級車的前一段是2013年 那年你發生了什麼事 那年喔 2013這個2013這個年份就 說起來就特別了 嗯 認識一些朋友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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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一些好朋友 2013年是六年前 認識一些好朋友 你在抖了 開始搖了 對 認識一些好朋友 是有在好朋友騎機車嗎 嗯 當然啦 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都可以上我的機車 哈哈 沒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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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車在聊的又是什麼呢 這首歌找了Mazka一起合作 這首歌很棒 每一個的願意跟我合作的人 的音樂人和創作人 我都要給他們200分的感謝 嗯 因為他們都是在白忙之中參加 是 對 像Mazka那時候他在巡迴 還要跟我創作 因為我希望他可以寫啊 對啊 我希望他可以寫 很難的 創作是很難的 對啊他都在巡迴 然後還要寫 我還要希望他寫 對 然後我本來都寫好一段詞給他 他有稍微改一下我的詞 唸那個rap 可是 因為他裡面唱到他 他要說多聽 reggae music這樣子 對 所以他一定會大力 對他來講 好啊那我就來擺你一道 這樣我們就在馬上錄音室 改一個辯奏 後面做一個雷鬼的音樂 啊 丟回去 我跟你講你應該要唱了吧 結果呢 結果就唱了 結果就成功了 他唱一個超棒 所以本來只是彈 請他寫歌 就是可以合唱 然後他可能說 可以照到我的實唱 也沒關係 他修改一下就好 哦 但是你傻了一個小手段 對沒想到 小心機 後面這個track 是每個人聽到 都覺得很喜歡 就成功了 謝謝馬子卡 謝謝馬子卡 那跟馬子卡合作 應該又是完全另外一種吧 完全另外一種 對啊跟仙女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他應該很狂放吧 很狂放 而且我們都是在空中 空中賴回 是直接 因為畢竟他在尋回 對 所以是一直把track丟來丟去 然後最屌的是什麼 最屌的是 因為 因為他把vocal丟過來 我都 我們都會改他的位置 我還會跟他對話 那是假的 都是我們把安排好 我再跟他對話 哦是哦 不是在同一個路 哦我以為是直接來的 那是個劇本 所以我要想用劇本去配合他 所以你本來就想好了 對 然後他也說OK 他不知道 他錄完就給我們了 哦 然後他來找我拍MV嘛 對不對 到現場他都還沒聽過 我就想說 到底是誰沒傳給他 OK 好沒關係 應該是故意的吧 是不是要給他一個驚喜 應該不是故意的 但他到現場都沒有聽過這首歌 哦 那你也知道他可能比較隨興 對 我就放給他聽 他說哦是這樣唱好 那我等一下就這樣唱 哈哈哈哈 他沒有特別興奮或什麼 反正就是把他完成了 他太忙了 然後在拍MV的休息之余 我才跟他聊他最近在幹嘛 然後發現他現在是一個 跟我以前認識他完全不一樣 哦是哦 他現在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製作人 什麼歌他都可以做 然後 但是其實真的很開心對不對 對 就是可以 透過這個合作 可以再一次找回以前音樂的朋友 嗯 滿棒的 對 直接就把超級車就給了他 對給了他 那你這是先有詞還是先有曲還是 呃 詞曲是都 欸先有曲先有曲先有曲 然後後來我填著詞 那超級車到底在講的是什麼故事呢 年少輕狂嗎 對他其實一開始講的就是 我們18歲剛拿到駕照的時候 然後騎機車肯定就這樣呸了 對 我自己也呸過 好可怕 對我自己也呸過 然後我現在在路上看到大家這樣呸都會覺得 好危險哦 而且尤其這樣 咿咿咿咿這樣壓來壓去的 我真的覺得夭壽哦 對所以我還是希望 就是騎 寫這首歌是希望說 欸大家可以騎慢一點 再來就是我 為機車主發聲一下 有一些 呃 機車主才懂的小梗在裡面 是 就是被曬黑啊或是 三寶啊 對啊常被塞 塞垃圾在置物櫃啊 對而且我真的有 就是坐在後座 然後被載 結果被計程車門打下車的 對啊就沒 對就是沒看就直接開這樣子 對直接就這樣 然後我就在後面就摔下去 然後我那時候男朋友也不知道 就騎走了 哈哈哈哈 那也蠻屌的 我在路上很糗 這個不知道怪誰啊 對 因為可能就講話講講 他就突然沒聲音 他就繼續騎 其實回到回家的時候奇怪了 你怎麼在哪裡 真的不見 真的很慘好不好 其實也是幫一些機車主發聲 對發聲 有一些 要注意的還是要注意的 就是要注意的 還是喜歡一點 情況一點啊 不是不用怕 愛洗臉喔 好 來我們來聽 超機車 超機車 啊 好 好 走走走 7块米比较帅 赶紧一辆车 给我一下 但是我的安全保存回来 我出的一种不大安全派 但是没太多机会来重来 但是在保险让开 他们真的超级车 他们真的超级车 是的 今天真的很开心请到咕咕 我是咕咕女思维 是 这个专辑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对以往啊 就是你的专辑就是脸要大 对啊 因为 但这次就是走一个异象 而且真的这一看就是有一种 冲动的感觉啊 对 这次的专辑的封面设计是 设计师叫做杨世青 而业绩也是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这是可以这样玩的吗 没错 它是可以把那个洞洞半圆 半圆是可以把它拨开 你可以把它全部拨开 而且它拨开之后就变成有阴有阙 对对对对 有阴有阳 对 它是立体的 然后包括这个专辑的 歌词本式镜面设计 所以当你把镜子放回去的时候 在这个黑洞里 你可以看到一些光线 一些希望 哦 这是你想要传达的 对 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里面 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自己仿佛就是困在一个洞里面 出不来 所以就突然有了这个灵感 对不对 那这镜面设计也是有它的 它的小巧思 它的小巧思 而且这次其实真的算是大成本 因为这个就要弄一个模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值很贵 对 就是设计师 有特别挑一些 再成本的考量 对不对 好 那刚刚有讲了 其实整个创作到制作的过程 其实你是满满的感动 因为有很多人的帮忙 对 然后老板们有说什么吗 哥哥们 你的偶像们 这张专辑跟我沟通 比较多次的是马莎哥 在专辑初期demo 有时候常常关心我 就会带demo给他听 给我一些建议 对 毕竟让大家等了三年 其实你压力应该也还蛮大 我自己压力也有一点 而且又有一个这样的主题 然后 不好做的事情 对 它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做到位 嗯 他跟你聊了什么呢 他提醒 给我一些提醒 对 给我一些提醒 他还是给我一些提醒说 比如说 你想要讲的一些事情 在你现在 在大家眼里的你可能 做不到 嗯 只是提醒我而已 不一定做得到 嗯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不要一头热 嗯 但我还是一头热 对 因为你就是很容易 喜欢一件事你就会冲 对 然后往前尽力 今天有这个个性 然后就会撞得满身是伤 对 敌死不从 但毕竟这张完成啦 做到了 最后还是做完了 已经很棒了 而且其实连这个内页的照片 都还蛮复古的耶 对 这些都是 这个 拍张专辑的 拍照的摄影师 叫做Puzzle Man 嗯 他是个澳门人 然后很酷 这是在哪里拍的啊 这些 这其实 其实也都是有 这个是一个法廊在洞区 哦 其实拍的素材也都是 也都是想好的 只是说那个时候是六月份 专辑概念 虽然还没出来 但是我知道 我的故事会在哪里 然后这是舞厅 这应该是在西门町吧 对 西门町的舞厅 有一个非常 复古的店 对 其实这样舞厅 还是有很多地方有 然后呢 这个舞厅 不是表示说我去过 嗯 这个舞厅是因为我妈妈现在 还会在这个舞厅跳舞 真的还差的 对 还会去那边跳舞 跳那种国标舞 好酷哦 所以我想要 我只是 穿越蟲动去我妈的舞厅而已 去她的年代 对 看她那个时候在玩些什么 对 病虾棒 坐在那边看她 看她跳舞 啊还有像檳榔摊啊 我小时候我在我姑姑 冰榔摊 就是打工 所以其实这真的都是你 从小到大经历过的 对 我不是乱摆的 对 这全部都是真的 那这个呢 有一个你趴在一个桌子上 哦 这个桌子就在舞厅旁边的桌子 哦就是在舞厅里面的 哇 就剩下一个人 大家都走了剩你一个人 坐在那边 好可怜哦 一个孤独感 哈哈哈哈 对刚刚其实有说 其实它是一个开心的专辑 听起来 但其实在讲的是很重的事 满重 满沉重 其实我们在讲里面 就真的有很多特别的音效 对 音效吧 音段 对不对 那要怎么讲啊 因为有特别的 不是一首歌 就有很多不同的段落 小小的段落 然后有一个 听说那个是一个音乐盒 然后那个音乐盒 就要打开来 才会响的 但你们却没有把它打开来 那个音乐盒是一个小丑的音乐盒 就以前来自1977 也是有年纪的 为什么故意选了一个古董的音乐盒 这很妙 就是我们在录虫洞的时候 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的吉他手叫Kevin Kevin这个人录了几乎整张专辑的吉他 你现在是在嫉妒他吗 几乎录了整张 没有很棒 我现在的live band 找他帮我弹 他现在是我吉他老师 OK 然后他是一个古董玩具收藏家 他会狂买 对 然后他那时候是听了这首歌 然后看了我的词 他就想到说 我最近买了一个小丑音乐盒 我带来给大家听看看 我去带来 然后一听就大家就 因为那个太旧了 然后那个小丑那边 录完放一听 好 我大概知道的是什么样 因为我很常去救货那种 对 然后我就说 这一首这个东西 要放在这张专辑最后 当下就这样决定 就没想到 然后皮铁啪啪啪就这样做了 可是大家现在耳机里面听到的 都是专辑听到最后首歌的 这个音乐盒呢 它是我们重制过的 它不是真正这个 音乐盒里面的歌 因为可能声音不会这么的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这个版权非常的复杂 哦 那个歌不能用 所以你们又去找另外一个 我没有时间聊这个歌吗 可以啊 快速三分钟 把这个歌故事讲 请聊 这个音乐盒它有个名字 叫Pierre 叫什么 我看到你有写 Pierre 这我不太会念 Pierre 这是法文 1977 因为它是1977年的 1977年的玩具 然后它仔细一查 这里面放的那个歌 它叫做Sand in the clouds 就是小丑进场 是以前一个非常红的歌手 就是Judy Collins 在1975年翻唱的 然后这首歌里面 就在讲说 一个年华老去的女歌手 好可怜哦 在面对这个孤独 然后它用马戏团的方式去 马戏团的一些画面去呈现 去呈现 另外一个人在空中 看了他的伙伴掉在地上 这个时候很悲惨 但是呢 小丑要入场 还是要开开心心的 要娱乐大家 把气氛带回来 但那个人就在地上 可是小丑把大家娱乐起来了 然后大家又开心了 那这已经忘了 人生的无奈跟悲伤 对 那个人落在地上 然后就对应到这张专辑 然后很奇妙 刚刚好就是蟲动这首歌 在讲的是 但是不是有一个灵异现象 没有 有有有 他们录音录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音乐盒突然想了 啊没打开 哎呦 他就像我觉得这种鼓舞都有灵魂啊 或者是鼓舞都会当机啦 对 之类的 对啦 哦 好啦 很妙 很用心好不好 小心就发现他跟关键 连结在一起了 好 那我要考你一个 那你马上要 推荐的一首歌 不是你的歌 也要跟这样专辑有关系 你会推荐谁的歌 我会推荐这次跟我合唱 贵了的Julia吴卓源里面 他上一张专辑的叫做奇梦 因为他这张专辑 你说奇梦 对 那个有志的奇梦 对他 没想到他在那个时候 就先穿越了虫洞 找我一步啦 哎呦 我们就要来听他的歌咯 对不对 OK OK 是的 这个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鼓鼓完成了这张最新的专辑 是 并且我也找了一个帮导演叫琉璃导演 帮我拍了前导 那这个前导其实 我上海发现 比较少人看到 嗯 我没看到 对 很多人没看到 这个前导没有散播出去 它有三集 这么多集 对 其实我在专辑发行前 就发 就是隔了时间 发了三集前导 然后最后 最后当然我把这个三集前导 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 就是串成一部 像电影一样 然后把大家的credit都放上去 让大家当电影一样 砍这个东西 那这个前导就是 一个人生的三部曲 第一部 你会感觉到 非常青春洋溢 对这世界充满了希望 你有活力感觉 你可以对抗这个世界 然后在第二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极大的孤独感和无奈 遇到挫折了 遇到挫折了 而且这个挫折 你可能没有办法抗拒它 然后社会推着你走 你明天要做的事情 一定有人把你准备好了 你就是得做 好像你自己消失在世界里 这其实也有像你整个 这一路的过程 对 对 我相信也有人 当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 因为会有一些无奈 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 然后才会有第三个 对 对 然后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 找机会去 跳出这个 消化或是 跳出这个trap的话 你就会变成 我的第三波的前导 老了以后躺在床上 回忆这些 去想象那些东西 可不可以变成美好的事情 好可怜喔 但是它不行 你只剩下在那边回忆 当然 护士把你围上那个 围上那个 是你演老妆吗 没有 都是演员帮我演 真人演出 对 帮你围上毛巾之后 好像你妈帮你围上剪头发的 的围巾一样 又跳回到妈妈 又跳回到妈妈 对 对 就人生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你是处于什么阶段 你要怎么样去 面对你的人生呢 值得你好好的想一想 就是 小心不要日复利 因为人生毕竟是自己要过的嘛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刚刚现在才发现 这个也很像要进入一个 时光隧道的感觉 对 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才能拍出这个东西 然后用现有的素材 对 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谢谢 对不过呢这个专辑里面 有很多很好听的歌 我们最后只能选一首给你一点时间想一下 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你最近瘦很多 对啊 我真的有瘦一些 但是生童我比较不鼓励大家 对我也不太鼓励 我也不鼓励 不鼓励大家都这么做 因为不见得适合每个人 没错 好不好 你除了最近生童饮食 还有什么新的兴趣 最近新的兴趣 就是在宣传专举吧 完全没空 对就是不停的宣传专举 而且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太久没上通告 我昨天还 一回家就直接昏倒了 太累了吧 因为你消耗很多体力啊 可能是我太想好好讲好了 对 然后都很focus 所以精神就不济 就不济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这个毕竟是真的 你整个投入 而且自己百分之百满意的 对包括MV啊 我都要花很多时间沟通 然后我的制作期 跟我的宣传期叠在一起 来不及 哦 对 还在做的时候就开始宣传 就已经开始宣传了 对 你身体要顾好 谢谢 还是要吃肉好不好 不要再瘦了齁 好的 但我想大家最开心的就是 还是可以跟你 近距离的接触 哦对啊 好久没有在签唱会 这个事情了 他连签唱会的档期 全部都背下来了 我觉得 访问至今 没有所有的歌手 没有任何一个歌手 把所有的档期都背下来了 没有啊 因为讲太多次 然后我有点那个 你叫做 强迫症 对 金牛座 然后我现在就忘了 没有忘了 我就会 所以我就 我的脑子会一直不停 跳来跳去 有东西跳起来 要抓出来 是每天都这样再抓来抓去 对啊 所以我就很难睡觉 那你这样真的回家很累耶 很累啊 我还一直打东西 然后写文章 看你要发什么 然后后面要怎么 但是还是要放松一下啊 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阶段 对 也有人提醒我 还是要好好的休息 要睡饱 睡觉很重要 好的 对好不好 好的 好 那千尝会的日期 千尝会的日期 十二月二十 哦 这个有 给你看啦 不要逃你 你现在放松一下 高雄的大鲁阁晴光之秋 十二月二十八号 在嘉义的 星光三越台南的南访购物中心 十二月二十九号 在桃园中立的中立搜狗 对 然后刚刚谷谷有讲 其实他每天睡觉前都会想 明天要po什么 就会开始准备好 对啊 打一些文章 全部都是你自己来 对不对 对啊 要打很多的文章 然后 怕有些披露这样 嗯 所以喜欢你的朋友 可以到你的粉丝页 搜寻鼓鼓 对 Facebook 或是 IG 都可以分享 这样 赞哦 也可以退赞啦 我现在要负面行销 哦 也可以 也可以退赞 也可以退赞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退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 干嘛这样 但因为我有看过你 跟你所有粉丝们的相处 你就真的so sweet 对啊 我 我们好像 家人朋友一样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想要谢谢他们 毕竟他们 这么长时间的等待 当然啊 就是 三年 对 他们好像 比我 比我 还爱我自己 嗯 对对对对对对으 对对要去忙 有一些人生其他的新目标 要去忙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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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们也是会留言给我啊 我还是会知道他们在 然后 嗯 最后我们要来选一首歌 你想要放哪一首歌啊 我就来放这首歌叫超展开好了 因为这首歌非常的长 有伟奏我真的给它超展开 然后它非常有精神 希望大家在这个午休过后呢 可以打起精神继续面对你 接下来的工作 好 但今天礼拜六 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完这首歌以后 继续玩得开心 对因为有没有啊 我就想说他每天忙这个宣传 他应该已经搞不清楚 今天是礼拜几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好这个玩乐也可以超展开 工作也要超展开 总之呢就是 应该是说对得起自己啦 开心得过每一天 不要像你刚刚讲的那第三部 有任何的遗憾 只能回望 却无能为力 没错 谢谢姑姑 谢谢 我们来超展开咯 拜拜 如果真的有魔法 玻璃稀有被人在哪里 这种情世不是故意 也只见状就爱 少了前走再快踩 以外 最刺激的题材 最刺激的题材 整个人 大家看见 可以了解 这样